因应疫情升温,主要提出3加4居家隔离政策,26号开始施行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针对暴征的居隔人数,在疫情记者会上宣布新政令 部分医疗防疫人士若打满3剂免居家隔离 但出门前要快筛,若没问题就可以出门上班,避免防疫系统垮掉 昨天中央突然公告3加4,坦白讲6点公告 第二天,所有地方政府要跟进,有很多技術上的困难 但是这样,紧急状况我们也不想抱怨 我也知道这个的确是有困难才会这样做 所以,因为这要做居家隔离相困难 所以,中央公布的居家隔离 但是我非常清楚 这个大概撑不了几天 目前居家隔离3加4 因为前三天还是要隔离,后面才是用快筛来代替隔离 可是这样,命令下很容易 你这个快筛器要怎么送到被隔离的人手中 第一点,如何确定该隔离的都被匡列出来 快筛器送到他手中 确定他能够做,而且要做得准确 而且还会回报 讲比较简单,实际执行上有困难 但是这样 其实是这样 如果要居家隔离3天 对某些单位还是不行 哪些单位 刚才讲的医疗跟防疫 我们昨天说医疗跟防疫 后来发现,这个所谓的防疫 必须要扩大处理 我们想想看 第一类 医院有关的 医院诊所 我给大家了解 第二类 政府防疫人员 第三类 防疫车队 防疫旅馆 比方说 我防疫旅馆 如果有工作人员确诊 然后全旅馆要开始隔离 这当然不可能 我这样整个里面 放在里面的 那些确诊者 一大堆怎么照顾 所以不可能说 马上就居家隔离退出 在 社会系统 比方说那个安养院 也许有 20个 30个或20个老人在那里 你现在一个照顾员 确诊 然后整个人员全部要居家隔离 这不可能 有问题 另外是维持国家安全跟社会机能增长 所以这样 12357类 以前打疫苗的所谓公会疫苗的 12357类 这全部要适用台北市的一个新的法令 这些人员 如果有打满3剂疫苗 不用 前三天不用 居家隔离 可以继续上班 但是就是要每天快篩 出门前要先快篩 确定你是OK的 才上班 但是如果确诊就 就当做确诊者去处理 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知道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我们医院 或者是安养院 甚至这种 防疫旅馆 被shut down 所以不切实际 所以变成 也许会有一两个漏网之宜 但是我不能为了一两个漏网之宜 让我整个系统垮掉 所以12357类 有这个继续上班必要的 可以用 筛解 一块筛来代替隔离 不然我的系统没办法 至于这个系统要不要再往外扣张 我们到时候再讨论 因为这个疫情现在变化太快了 所以结论是这样 昨天中央公佈3加4 我们 盡力去想办法去 去执行这个命令 虽然我知道有困难 这的确 因为这一下子居家隔离 台北市有2万人 如果 真的要做的话 那新北市一定更多 所以这个执行上是有困难 我也知道 但是即使在中央这个命令之下 你知道 我还是要先让那个医疗跟防疫相关的系统 不可以 垮掉 所以这个要有特色原则 凡是跟医疗跟防疫相关的 就算你确诊的旁边要居家隔 要被匡列 还是可以继续上班 但是就用这个 快筛代替隔离 一两个真的确诊才退出战场 其他继续作战 这个命令是这样 所以要用这个 要用这个原则的 还是用那个打满三剂的 因为打满三剂 万一被感染 症状比较轻 传染别人 机率也比较低 所以 所以我们要希望说 打满三剂的人 12537类 适用这个 新的规定 事实上我一直在问中央一个题目 就是说 这个确诊者 每次新增确诊多少 是我们可以忍受 其实同样的道理 我再问我们台北市政府 跟大家讲 如果我们每天确诊5000例 连要做PCR都有困难 为什么 你要检查出5000个 PCR阳性 你大概要做多少 可能要做10倍 假设那阳性率是10% 那就表示我一天要做5万个 那如果一天是1万例 那做10万个 所以有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麻烦的现象 就是说当案例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连那个确诊者都不准 因为会很多黑数 为什么 因为你做PCR的量能都没那么高 所以很多会确诊的 因为没有做PCR 就没有测 所以我们要开始 我们在未来几天 要很严肃的思考题目 如果案例一直增加 也许最差的形形 下会按照其他国家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就是 那时候就真的不疫调不匡列 连确诊者也没办法追踪 就是确诊以后 有重症的才送医院 柯文哲说明 疫情已经散开 如果不做任何动作 甚至居家隔离缩短 估计到5月4号 案例会增到5000例 5月7号变成1万例 未来几天要很严肃的思考题目 如果案例一直增加 也许最差的情形下 会不疫调不匡列 连确诊者都没办法追踪 就是重症才送医院 必要的话需要软性封城 把活动降低 防止疫情扩张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